在新北市園李翁月娥的爭取下 三重區重陽橋下的河濱公園 煥然一新 不管是橋墩彩繪 景觀廁所 还是儿童邮聚 体建设施等 都已陆续完成 紧接着将进行第三级的增设工程 对于高担处的大力协助 附近里面和李翁月娥 都给予高度肯定 真好啦 孩子来这里有点运动 有点兴奋 重陽橋下的游乐设施 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都已经早已经完成 那第三个阶段 要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由你来看最准 这样就没力头 最游乐设施放在这里 孩子早上来 这去投尽量 那我们这个景观厕所 也议定八月底完成以后 那流动厕所 就把它剔除掉了 如果今年经费还足够的话 可能最快在年底 有机会来把它完成 虽然休闲邮聚陆续震涩中 但重陽橋下野哥群聚 即使高担处 家庄隔离网 也无法有效阻攔 哥芬依然从天而降 让前来休息的民众相当苦恼 针对野客群聚的问题 李旺月娥也要求 甘安处尽速改善 把隔离网补好 还给民众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空间 凯博大台北四位新闻 龙龙虹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